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山竹石的我是永哥 今天这个天气特别好 然后我们又到这个河边来找骑石了 去找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找到那些运石 或者漂亮的宝贝 好的 我们去找一下吧 今天这个河里 现在有非常多的 好看的石头 这两天的话这个是枯水季节 这些石头都显现出来了 我们去找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 那些漂亮的宝贝石头 这里一个金黄色的石头 各位家人 我们又在河边发现了这样一块 非常漂亮的一块石头 这个石头看上去 它这个上面有很多这种金黄色的纹路 感觉有点像那个金麦石 非常的漂亮 有知道的家人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这是什么石头 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的话我待会把它带回家去 不过太大了 大概有 五六十斤吧 太重了 这样看上去的话更漂亮 就是太大了 各位家人 我们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块漂亮的菊花石 茶叶石 非常的好看 这个石头看起来是不是特别漂亮 看到没有 这些纹路都是非常好看的石头 感觉还是挺漂亮的 这边也有一个 这个不是特别好看 各位家人 我们又在这河边发现了一块非常好看的石头 看到没有 这个纹路特别漂亮 待会我们准备用水把它浇湿看一下 这个石头到底有多漂亮 现在我们用水把它浇湿看一下这个效果 哇 感觉这个纹路还是特别漂亮的 感觉像一幅 山水画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全部是 各位家人 我们又在这个河边发现了这样一块石头 这石头看起来特别奇怪 有点像那个鸡血石 现在我们用水把它浇上去看一下 这是什么石头 是一个大宝贝吗 各位家人 感觉太漂亮了 有知道的家人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这是一块什么石头 我感觉的话就是一块 火山形成的一种石头 它上面是那个 红色的铁吧 这些应该是铁 看到没有这些红色的纹路 打磨出来的话一定非常的漂亮 但是太大了 我们不能把它包回家去 就让它待在这里吧 放的这种茶叶石还是非常多的 看到没有 很多这种漂亮的茶叶石 这些石头 啊 这个河里面 看到没有有非常多的这个 好看的石头 这个石头也是非常不错的 看到没有 这个是雪花石 应该是 但是太大了 这个石头还是探上去啊 非常的好看 我老婆又在前面发现了一块石头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这个石头像什么 哇 这个石头图案还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感觉 好像被这个大石头压住了 拿不回家去啊 但是这个石头 上面压了这么大一块石头 没有办法把它敲出来 现在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个图案像什么 现在我们用水把教室看一下这个图案 哇 这么漂亮的一块石头 太漂亮了 各位家人 怎么办 拿不回家去啊 这个图案像什么呢 各位家人 看到没有 太漂亮了 各位家人 但是这上面压了这么大一块石头 几百斤重的石头 根本就没有办法带回家去 太遗憾了 哎呀 这个图案是不是像一个 麒麟啊 独角兽 还是像一个狮子 然后这个图案又是像什么 背面的话应该好像那个图案 但是没有办法 各位家人看一下 这个石头的图案 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上面压了一个大石头 我们拿不回家去 不然的话这个石头就有价值 太神奇了 这个石头 刚才我们又在河边找到这样一块石头 现在我们用水把礁石看一下 这个石头也是非常的漂亮 感觉有点像那个金矿石 还是牛铁矿 还是铜矿 各位家人 各位家人 我们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像运石一样的骑石 这个应该不是那个运石 应该是火山石吧 哎呀 太大了 门不动 各位家人 我们又在河边又发现了这样一块茶叶石 菊花石 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的形状不是特别好看 不然的话就有价值 用水浇湿看一下它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浇上水以后更漂亮 特别的好看 好的 我们继续在寻找下一块吧 各位家人 我们又在这里发现了这样一块非常好看的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看上去的话这个图案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这个图案有点像海马 是不是啊 各位家人 家人我们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块石头 这个石头图案非常的好看 现在我们用水把教室看一下 这个石头像什么 哇 太漂亮了 这个石头 这些图案像什么了 各位家人 感觉它这个石头的话有点浴化了 这些地方 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石头 但是有点大 我们不能把它带回家去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家人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